阿弥陀佛 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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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 我们每个凡夫都有这个见爱烦恼 这个见爱烦恼我们昨天跟大家汇报过 怎么把它去除干净呢 佛告诉我们空灰 现在请大家看参考资料上册 411页 411页 大家找空灰 这个空灰 这个空灰就是指观空灰之智灰 智跟灰有所不同 智是决断的意思 它是俗地 叫赵建 会是简则 它是真地 也就是明了的意思 从明了上来说 这是会 从决断上来讲 这叫做知 所以领导人 他一定要有知 他身边的这些助手 要有会 也就是说 大家能够提供很多的建议给他 但是最后拿主意的就是那个领导人 有智慧的人 他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些大菩萨 各个都是有智有智 对一切万法 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他就晓得 怎么去选择 怎么去呢 决断 在《家祥法华经书》第二卷里面讲 经论之中多说 会门见空 智门照有 见跟照是一个意思 会是见空的 就是知道空的 智能是知道有 换句话说 空是性 有是想 明了现象的 这个是知 晓得当相极空 了不可得 这个是会 所以阿罗汉他们有会 他知道万法极空 因此人家不再执着了 他能够自度 但是还不能够做到化他 可是菩萨们就比他高明了 菩萨不但知道万法皆空 他也知道了万有 有是假有不是真有 他有智能够处理这些假有的事情 可以教啊众生 许许多的众生啊 还在迷惑当中 对这个假象呢 没放下 那菩萨呢 就教他们 听听劝 听听给他们讲解 使他能够逐步逐步的离苦得乐 这个就是知 菩萨教大众 要断恶修缮 积功累得 这样子 才能够使自己的生活 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太平 越来越快乐自在 具体来说 我们一定要做到 五轮 五常 四位 八德 那佛家讲 三规 五界 十善 三福 六合 三学 六度 十大愿亡 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 做人 成佛 都要从根本上去修 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佛在进山佛所讲的第一条 效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这个效是根 敬是本 在礼记第一章 驱礼 第一句话就讲 驱礼约 无不敬 这个无不敬呢 就是佛家所说的 一切恭敬 我们只要有一点点傲慢 轻视 那就没有这个恭敬之心了 抬高自己 贬低别人 这不是信德 这是烦恼 所以佛教我们大家 一定要把这个贪 称 痴 慢 疑 恶 这一切从根上拔除掉 话说的比较轻松 把它断掉 实际上我们断不断得了呢 还没呀 难咯 法相为时这些经典 都有讲到这个修行的核心 转八十成四肢 那转这个八十 最主要是转哪两个呢 这八个当中转第六十 第七十 尤其是那个第七十 第七十是四大烦恼 长相随 我见我爱我吃我慢 这四大烦恼呢 就组成了这个莫纳士 那如果你能够把它转过来 那就能够正得平等 性质 如果转第六一十 那就成为妙观察制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第六十 第七十 到底是先转那一个 先转第七十 再转第六十 所以这个次第 不能够搞颠倒 转时成智 一定是先从第七十 下手 也就是呢 要断 见思烦恼 那见思烦恼 一断 第七十就没有了 贪嗔痴慢矣 那个贪的核心 就是情之 说实在的 所有执主当中 这个最难断 情之 撑的核心呢 就是傲慢 吃的核心呢 就是怀疑 所以情之 傲慢 怀疑 是三毒烦恼的核心 我们能够把它去掉 那这个三毒烦恼 就很容易把它攻破了 就很容易呢 把它放下 能够把它放下 那其他的烦恼要断起来 就更加容易了 在安乐集上卷里面讲 若以唯摩金 不可思议卸托为宗 若以般若金 空会为宗 不同的法门 有不同的名项 其实我们仔细去思维 讲的不一样 但是他那个原理原则呢 都是一致的 相同的 不思义 不思 就是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辨 不知足 那个不义 没有议论 没有说法 没有讲话 我们这个凡夫啊 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从早到晚废话连篇 这个话特别多问 唐朝时候 南岳 怀让大师 讲得多好 说似一物 急不重 说不出来 言语道端 心形触灭 这个就是空会 空会 就是不可思议 邂途 所以佛教我们大家 这个思议法里面有 一意不一语 言语可以不一样 但是意思呢 相同 就像我们呢 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我讲中国话 他讲英语 那个人讲阿拉伯话 讲的 语言不同 但是呢 意思都一样 修行呢 要以空会来修 这样子 才能够帮助我们大家 将来得到 大协同 大自在 好 下面我们接着看 诸解 三百一十四页 第七号 三百一十四页 第七号 这是合战里面说的 空会能除 亦如洗拙 除携显正 故曰显明 洗跟拙的意思 都一样 都是洗 就是把这个衣服呢 脏的地方 把它洗干净 我们一般人呢 对这个 外面的东西呢 很在乎 像房间呢 车子呢 衣服呢 脏了 赶紧把它清理一下 但是我们忘记了 还有个更加 重要的地方 也需要天天去清洗呢 是哪个呢 就是我们的心 这是根本的 所以此地告诉我们呢 破邪显正 这就叫做 这就叫做显明 五种贱或是邪贱 五种私货也是邪贱 这都是错误的 这都是错误的 应该要把它放下 五种贱或五种私货 合在一块 叫做石 那个石就是 拆石的石 他们呢 就成就了 六道轮回 假如没有这十样东西 六道轮回 就不见了 所以勇家大师说得好 梦里明明有六雀 绝后空空 五大千 阿罗汉呢 他就能够把这些烦恼 洗浊掉 就能够把它放下 或者一个大师 那个境界 比阿罗汉还要高 不但能够放下 见识烦恼 还能够放下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因此他能够成佛 看了能大师这个样子 我们可不可以 这一辈子也成佛呢 答案是肯定的 您只要能够做到 洗浊购物就好了 这个购物就是烦恼嘛 把烦恼放下 立地成佛 人人都有份 以护法成 故约清白 超诸毁谤 故约清白 下面呢是念了 再做一个说明 文中之法成 指至断之国 如何战约 至断之国 为之法成 这个成是指我们的身心 我们见到真心呢 真心是显明 清白的 绝对没有染污 那真心到底是什么样子 本经经体经告诉我们 它是清净平等绝 所以啊 护持正法 就是护持我们的身心 这个身心 又有主 又有刺 哪个是主呢 心 心是主 身呢 是它的这个 衣报 所以正保正呢 衣报当然就转过来了 因此我们修的 就是心要清净 身体呢 随之就清净 我们如果能够达到 像 虚脑上那个功夫就好了 你看虚脑上 一年才洗一次澡 一年才剃一次头 诸位同修 如果您也能够这样 那就太好了 您就省了很多水了 是不是 就节省很多资源呢 这就是显明清白的 实力嘛 真实的例子 家乡书约 遣除鼻垢 顾云洗浊 无相之解 是无漏明 顾云清白 解是了解 理解 理解一切法 是相而无相 无相而相 什么叫做事实真相 这就是事实真相 举个例子吧 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 当您在做梦的时候 感觉到真的有那个像 有人事物 可是一旦醒来之后 梦中那些人事物还在不在呢 就不在了 所以啊 我们不要把这些像呢 物以为真 那这些像从哪来呢 都是从心相生 所以我们对这个提 要看清楚 对这个像也要弄明白 现在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电器 来打比方 大家容易懂 你看这个手机 电视 电脑 屏幕 能够现种种的画面 能够发出 许许多多的声音 屏幕是 体 或者讲信 那这些声音 画面呢 就是它的像 不管您有没有打开电视 电脑 手机 它那个像跟体 是不会妨碍的 关掉 没有妨碍 打开 它也不妨碍 所以啊 佛普尚懂得这个道理 知道之后呢 人家在一切禁运当中 都大自在 我们呢 不知道 这个所限的像 都是 生裂像 把这个假像呢 都以为是真的 在这个假像里面呢 起了种种的执着 分别 还有许许多多的妄想 这是自己啊 没把事实 搞清楚 假象书 里面说 无像之解 是无漏明 故曰清白 它是无漏里面的智慧 所以叫做清白 漏就是烦恼 无漏呢 就是把烦恼去除掉 又真解约 细着购物 显明清白 是树与德 这个树 就是降落的意思 我们 我们常常呢 见到这个下雨的现象 其实我们对这个雨水啊 也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啊 没有这个雨水 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就活不下来呀 大家说是不是 其中一个恩德是什么呢 能够把空中的这些灰尘 至少减少很多嘛 一下上雨就感觉到空气比较清清新鲜一些 那落在地面呢 又把这些污垢呢 又带走了很多 所以雨水是有德的 下面再说 雨有能洗物够污 真的 一切万物 对我们大家都是有恩德的 能显清白体之德 这个雨啊 如果它下来的时候 是恰到好处 那这是大家最喜欢见到的 长颜说得好吗 风调雨顺的 该刮这个风呢 那个风就来了 该下雨之后呢 就下雨了 这国人有一句话讲 急时雨啊 这个农夫啊 农民最喜欢 这个急时雨 下得刚刚好 太多了不行 太少了不行 太早了不行 太迟了也不可以 刚刚好 这叫急时雨 那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人心要正啊 人心正 风雨雪等等 都会恰如其分 如来法轮 西着陈老购物 开显本有净体也 这就讲到诸佛如来 他们每天呢 所做的事情就是大转法轮 这个大转法轮就是讲经教学 他天天上课 他天天上课 目的呢 就是要把我们内在的烦恼习气 全都 吸刷掉 帮助我们呢 能够尽快放下这些不该有的 漏 这些烦恼 烦恼一放下 那个真心静体 他自然就先前了 自信在哪里 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您看到这些万象 万象就是自信 所谓的相如其信 信如其相 相即是信 信就是相 信相是一 不是二 信相一如嘛 真正有智慧的人 前面讲到空会 有这个智慧的人呢 他在有上看到空 在世上呢 见到理 理是一个 就是自信的 刚刚不是举那个屏幕吗 你看屏幕就那么一块 那一片 可是呢 它能够现种种相 屏幕是能生能现 声音 画面 那是所生所现 能 所 是一 不是二 您不要分得那么清楚 屏幕是屏幕 画面声音是画面声音 它们两个没有关系 关系可大的人 它们是一 不是二 所以呢 会看的人 他在当下 就能够见到 这个体跟相的 真实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呢 要懂得 用什么呢 心 您善用心 那所现出的相 就是个殊胜的相 大圣经里面讲的好 一真一切真 一假一切假 施法界本来是庄严清净的 可是现在变成什么呢 有染有浊 有善有恶 但是在一真法界呢 是纯净无染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 因为那是一个 纯净纯善的世界 没有一点点购物 在那边的大众 没有人在搞 谈成事们 没有人追逐呢 没有问你啊 没有人贪恋了五六成的享受 他们也有享受 不得已啊 我们就说 它是快乐的享受 其实您真的到达基督世界 您问这些菩萨 你是不是很快乐啊 他们就笑一笑 他们如果还有一个念头 我很快乐 那就不是法身菩萨了 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呢 夜摩天的天人 他就很执着那个快乐 夜摩天的天人呢 他们每天都会常常讲一句话 我好快乐 我好快乐 经上说的是快哉快哉呀 着相的嘛 真正的快乐 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 他不会着这个相 真解里面有一句话 说得非常好 如来法轮系着 尘老购物 开现本有净体 的的确确啊 我们现在呢 要效法佛菩萨 要做佛门的真正传人 要把这个大法 尤其是净土法门 法要光大 要让每一个众生 都能够看到 听到净土法门 使他能够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呢 成就自己的道业 为什么做 为什么说最短的时间呢 因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肯用功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 如果您真的知道自己哪一天要死了 您现在会不会拼命念佛 肯定会 可是一般人怎么样呢 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要走 所以现在啊 哎呀 悠哉悠哉的过日子啊 拼命的享受啊 说他享受那是好听一点 说得实际一点 天天找三图业 找三图业 择自己的福报啊 福报里面最大的就是寿命 一旦寿命没了 就要去投胎了 所以四图魔里面有一个叫做死魔 真的人一旦要走了 他也无可奈何 可是修行人就不一样 修行人呢 他这个购物 烦恼能够放得下 他能够选择什么时候走 他还能够把这个走的时间的延迟 这个没有问题 甚至呢 还能把他提前 所以学佛的利益太殊胜了 这是世人的 没办法想象的 下面这念头做一个总结 以上家祥真解两书中 清白之解 优于何战 这里举了三个诸解 何战家祥真解 那么相比较而言呢 家祥书真解说得比何战 要更加的详细具体 中上诸解故知 清白之志断之国也 无漏之名也 本有静体也 修道嘛 就是要把我们这些漏 这些烦恼 全都放下 无漏 就是说没有烦恼 所谓的 烦恼无尽 是远断 自信里面是没有烦恼的 自信里面呢 只有智慧 只有德能 只有想好 那怎么样 让我们自己 恢复信德 恢复自信 混沌大师开悟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话 很重要 本无动摇 我们之所以见不到自信 就是自己的妄想分别之中 天天都在产生 时时刻刻都在爆发 晃动得特别厉害 频率非常之高 现在怎么办呢 回头 不再思 不再意 不再想 这就对了 这里所说的 志断之国 是讲的是 无漏之理 离是那个离 是本有的静体 若融通禅门 则洗浊购物 即窘托根尘 禅宗讲 窘托根尘 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洗浊购物 窘是远远的 托是白托 根是六根 眼耳鼻舌身衣 尘是六尘精进 色声香味触法 这六尘 我们内外都不知足 都不计较 都不起心 都不动念 这个就是中文所说的 窘托根尘 而显明清白呢 就是灵光毒药 窘托根尘 他也希望自己 灵光毒药 那无量寿经里面讲的是 显明清白 一样的意思 清白是体 是香 灵光毒药 是他所起的作用 这个就是经上所讲的 急而常躁 躁而常躂 急光是变造的 这个中文所说的 明行见信 也就是此里所讲的 灵光毒药 如果会归尽忠呢 那就是都设六根 会归就是会和归结的意思 都是六根 也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洗浊勾物 我们这个六根呢 每天都朝哪个方向 都都向外呀 大师是不是他教我们怎么样呢 守回来 向内呀 这就是仁业经上所讲的 舍实用根 连我们中国的圣人都懂得这个道理 这是说法必要 你看孟子就说过嘛 学问之道无套 求其放心而已呀 我们这个眼耳鼻舍身意 都在向外面 舍身香味触发上面 现在该怎么办呢 往内呀 往内搜 就叫兜舍六根 能够这样做 那个心呢 它自然就定了 它就不会再向外面跑了 尽忠 那个方法妙 敬念相继 这个人人都能够做得到的 我们这个念头呢 就是专念阿弥陀佛 要让这句佛号呢 绵延不断 一中断 那这个漏 那这个烦恼呢 它很快就冒出来 所以呢 敬念相继 自得心开 是此地所说的 显明清白 这是指的净途中 从现在起啊 我们尽量学习呢 六根 接触外面境界的时候 不要再起心 不要再动念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如果真的还有分别执着 妄想冒出来怎么办 赶紧想阿弥陀佛 这就是禅尊所讲 不怕念起 只怕绝齐 所以现在修学人呢 这个福报大 这古人想不到啊 古人还没有 那么先进的科技 你看现在有这个念佛基吗 你就身上带着一个念佛基 这个好 常常提醒自己 告诉自己 我要都是六根 敬念相继 你能够这样子做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所以说修行要选择一个道场 其实我们要不要去找一个道场 不需要 道场 你想要找一个理想的道场 那自己福报要大才行 没有福报 你遇不到啊 就算是遇到了 你在那个地方你也待不住 所谓的福地福人居 福人居福地啊 像我们图骂这个地方 说真的 笔上不住 笔下还过得去 这个是我们呢 观察得到了吗 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清净 单纯一些 没那么多外缘干扰我们 所以我们要在此地啊 静下心来好好念佛 修行啊 要抓紧时间念佛了 改一生佛号一生心念佛 即是始觉和本也 生生佛号都是始觉跟和 跟本觉呢 相启合 本是指的本来是佛 始行是佛 这观经里面讲的 而这个念佛呢 是开始觉悟 我们果真能够做到 师尊所说的 始行是佛 始行做佛 当然这一生 决定能够升到其他国土去 想把这句符号念好 说真的 还是要把无量寿经呢 参透 还是要把念老这个极柱呢 从头到尾把它弄明白 理事信向因果 这部经这个极柱都交代的非常清楚 全面 我们再看底下经文 调众生 宣妙离 调者 何也 众生者 一切 有情也 看看现在这个时间了 两百四十多个国家 八十亿人口 我们现在合不合 不合 不要说国家跟国家之间不合 把范围说得最小吧 一家人合不合呢 还是不合 还是有问题 还是闹矛盾 那怎么办呢 佛有方法 调啊 调众生嘛 众生的范围广啊 有情众生 那就不止我们这个地球了 我们这个地球 在茫茫宇宙当中 是很小很小的 一个星体 在这个星球上呢 有不少的众生 居住 生活 我们跟大家呢 是一体的 那如何让所有众生 都可以啊 一团和气呢 就是后面那句话 宣妙利啊 所以 能够让众生 达到调和 就必须要做什么 广宣 妙法 就是前面所讲 大转法轮啊 那这个宣呢 这里一讲 就是 是 妙利者 实相之离体 以及法华 佛之 知见也 法华经里面讲的好啊 诸佛如来 来到世间 做什么事情 这个我们在介绍前面 改要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啊 就是法华经上所讲的 开 事物入佛之之见 就是这里所说的 宣妙利啊 宣就是宣世嘛 把这个宗旨 要跟大家讲出来 所以 所以 师尊来到世间 只做一桩事情 天天上课 天天教学 你仔细看大长期 佛徒呢 没有举办过一场 三十七年 他没有举办过 也没有水路法会 也没有打佛器 也没有残器 他老人家做什么呢 天天上课八个小时 通过这个方式 就能够使我们大家 和和睦睦啊 古人讲得好 家和万事兴 那家和又从谁开始做起 夫妻 所谓的 夫妻同兴 其力端尽 世间法重视和我们佛门呢 那就更不用讲了 你看这边 我们 我们挂这个六合金 已经挂了二十四年了 我们天天看 看是看 做到了没有 其实这个六合金呢 大家可以挂在家里 挂在大厅当中 一家 一家 三五口 多的话呢 七八个人 三代同堂 都要修六合金 六合金第一条是什么 那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放到最前面 建和同结 我们的之间呢 要一样 所以家与家规 共同来遵守 我们还要做到呢 借和同休 另外呢 身和同处 口和无争 义和同愿 力和同君 古时候的家庭 跟现在的家庭 不一样啊 大家看一下 中国这个历史 在抗日战争 结束之后啊 可以说 我们中国最大的 一个损失是什么呢 大家庭就看不到了 真的这是 最大的一个伤害 以前的家庭 那至少是多少人 住在一块呢 讲家族 最起码是两百人啊 其实两百人都算是个 小家族的 就没落了 衰了 那家 这个大的家庭呢 一般都是保持在 六七百上相 这是一般的现象 那大的话 也是上千人 住在一个庄 村里面 你看 王庄 李庄 王村 李村 现在人根本就不懂 那个家的意思 现在家又是 两口子结婚了 有小孩了 三四个人 或者爸妈呢 住在一块 家在一块吧 应该十个人都未必有 这可不是古时候那个家的一个概念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这个家的体系 制度 所以现在这个家呢 就非常自由 自在 但是 现在人所讲的自由 在古时候的标准叫做什么 那说出来很难听啊 叫放逸 没有规矩嘛 其实这个也不能够怪大家 为什么 这种现象已经了这么多年了 所以我们呢 要把这个 妙离 自己深入去学习 自己懂得了 自己理解了 还把它做到 佛菩萨 就是天天在做 宣妙的这个工作 能够做这段事情呢 功德无量 下面请大家看参考资料上册 第六十二页 参考资料上册 第六十二页 大家找佛之鉴 佛之鉴 里面说 了之 照见诸法 十项理 之 佛智慧也 这个了就是明了 清清楚楚 明了万法 的真相 佛经上讲 十项 十项就是真实相 真相 是一切诸法的理体 你能够把它搞清楚 这叫佛的智慧 是为二至中 一切 总至 之用 这个二至 就是一切之 道总至 一般经上还讲三至 一切之 道总至 一切总至 那个一切 就是一切之 一切之 是从体上说的 道总至 是从它的作用上来讲的 身为原觉 知道 保这个一切智 一切智呢 是知法总相 一切法 共同的相 那就是空 一切法的体 是空 也就是说 一切法呢 是从空 生有的 有 是从哪里来呢 从空而来 那这个空呢 叫做真空 您不能够说它是 空无 说空 不是什么都没有 它还是有 那既然有 为什么说它空 因为它没有现象 一般人讲嘛 三种现象 这科学家要归纳了嘛 三种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它不是这三种现象 所以呢 叫它做空 但是呢 它能够限这三种现象 所以它不是真的空 不能当作无啊 来说 那么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经上常说的 总结的话 真空不空 妙有非有 说实在话 整部大章经讲什么 就是讲这两句话 真空不空 妙有非有啊 那个有呢 是从相上说的 三种现象都有 虽然有 它是幻有 它不是真有 为什么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这就是相 相的实相 体的实相 通通都了解到了 这个人呢 心自然就定下来了 真正明白 他在一切人事物当中 就不会再计较了 所谓的 不会分别 也不会执着 当然也不会起心动念 我们为什么 一天到晚 计较个 不停呢 一般人常说 钻牛角尖呢 没搞明白 总以为 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想法 是对的 别人都是错的 那这样子 当然就会有 冲突 矛盾 爆发了 所以啊 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 真的 冲突的现象 越来越普遍 越来越严重 其实这个话 在两千 四五百年前 孟老夫子那个时代 都已经说出来了 富不富 子不子 君不君 成不成 乱套了 他那个时候 是战国时代 那现在呢 更糟糕 更严重 我们是不幸当中万幸 还能够遇到正法 还能够接触到 佛教经典 还能够有善知识 给我们详细的解释 伦理道德因果 我们肯照做 您自然就怎么样 心平气和 别人跟我们发生冲突 矛盾 您不会跟人家计较 不像以前咯 我们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之前 他骂我们一句 我们肯定会回他两句 我不能够吃亏呀 那怎么可以吃亏呢 你看 以前我们就是这种心态呀 现在了解到真相之后 我们不会再跟人家 闹别扭了 所以呢 深入精臟 非常非常重要 常常勋修佛法 就能够把自信的宝 给发掘出来 让自己的信德 真正产生 真实的 显著的作用 也就是说 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能够把自己烦恼习气断掉 又能够呢 使一家人呢 和幸 幸福快乐 再扩大家族 社会 国家 天下 所以大家看大学 那个理论讲得太好了 格物置之 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这个顺序 绝对不能够颠倒 我们要让自己 本字具足的 实 德 能 真正恢复过来 实就是真实 得 要做到十二个字 这老祖宗教的 孝涕忠信 离以廉恥 仍爱和平 现在人 几个人听过这个东西 他听的没听过 他怎么可能会去做呢 没有做的人 这个叫什么 那个话很难听 那是骂人的话呢 而且这个话说得很重 所以 那是真正恢复人才 那是真正恢复人才 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把它 那至少也要二十年到三十年 这是一般中下根性 所以下面讲 故旧 故旧智体而云之 又为无眼中佛眼之用 故旧眼而云见 佛之佛见 叫佛之见 得此佛之见 有开是 误入之次第 出于十柱位 短一分之无名 得少分之之见 为之 开佛之见 看了这样一个说法 我们就懂的 原来开佛之见 标准相当之高啊 按照《华言经》上的说法 十柱佛 十柱菩萨 开佛之见 实行菩萨 视佛之见 十回向菩萨 物佛之见 十地菩萨 入佛之见 所以底下就说 乃至于十地 中断尽无名 之见原名 为之 入佛之见 十柱 十行 十回向的菩萨 称为三贤位 别教的 十地菩萨 原教的出著菩萨 他们呢 大刺大悟 明星 兼星 释迦佛 出世之 以大事 因缘 为开示 误入 此佛之见也 释迦佛的佛 这次来到我们这个时间 他的目的啊 就是为了这么一桩事啊 帮助我们呢 开示 污入 佛之 之见 我们可要珍惜啊 出生在有佛法的这一万两千人当中啊 我们是没有遇到佛 本人 但是呢 还能够看到经典 按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 也能够使自己将来呢 开示 入 佛之之见 那我们想要得到真实利益 还是要从读经开始下说 经典的 天天读 用真诚心 恭敬心来读 读解呢 也是用这样的心态来学习 久久之 就会起到 真实的效用 为什么 心静下来了 静下来之后 自然就开智慧 那个时候 看经文 看读解 越看越欢喜 越看越把握 所谓的手不识卷 所以开智慧非常重要 好 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继续看诸解 315页第6行 315页第6行 开佛之见 是佛之见 乃宣妙离也 令一切有情 误佛之见 入佛之见 乃调众生也 的确啊 这个教学呢 它就能够产生这么殊胜的效果 能够帮助众生 开悟了 当然呢 这个开是误入的次第 前身 大家都不一样 先从开 开始做起 这个开就相当于 这边有 比如说这个博物馆 游客在进博物馆之前呢 有讲解员 大概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 改革介绍 听了一下 还不是很清楚 然后走进去 走进去之后呢 这个讲解员在一桩一桩的 每一个物品 给我们再讲一遍 那讲完之后呢 我们还是不清楚 那还要怎么样呢 再示范一下 指示一下 再给我们细讲一下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豁然大悟了 原来知道这个物品呢 它有这么深的表发的意思 老师所做的事情 就是开佛之见 示佛之见 我们作为学生呢 要能够做到 悟佛之见 入佛之见呢 说真的 我们这辈子 如果不能够开悟 对不起释迦牟尼佛 不能够生到极乐世界 对不起诸佛菩萨 今天我们大家的缘分 非常殊胜 能够遇到无量寿经会几本 是最好的版本 还能够看到 念老这个诸解 还能够听到 师父上人的波金基 灵福报太大了 比那个摩西首楼天王的福报还大 我们这一生可以处留到 天天熏休 总有一天你会开悟的 下面呢举了个例子 调和琴弦 中国古时候那个琴 有五条弦 所谓的五弦 为什么 内和五弦 外和五阴 五阴就是金木水火土 五阴呢 就是功商觉知愚 可是后来琴又变成了七弦 加了两条 什么原因呢 据说是周文王被关在游里的时候 他失恋他的儿子 博弈考 所以就加了一根弦 这叫文弦 以后周武王讨伐 周王又加了一根弦 叫做五弦 所以就是现在七弦 他是这么来的 以发正音 所以我们呢 拨这个琴弦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音声 那这个音声的才正 调和众生 令弃中道 这个弃中道 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开智慧 开智慧 智慧正 理念正 思想正 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呢 都符合信德的标准 信德有哪些呢 所谓的父子有亲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 自自然而然 本来就如此 所以老祖宗所教给我们的 五轮五常四为八德 这都是信德里面 本自具足的 并不是谁 发明创造出来 他本来就有 只是后人呢 了解到这个自然规律 是这么回事 知道这个真相 是这么回事 那现在为什么 社会这么乱的 为什么家不和 国家跟国家之间 会发生冲突呢 根本原因在于 大家不了解 这个信德 本来的样子是什么 所以我们呢 真的要发这个 大菩提心 要把这个经典的学好 别人不孝顺 不恭敬 我们要笑 要静啊 这是一切德行的根本 我们带头做 就能够感动别人 您就可以呢 调众生 所以说呢 调众生 宣妙礼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共事 也就是六合经里面所讲的 建合同情 第一项 净土法门是佛之境 持民念佛 及从容忠道 净土法门不是一个普通的法门啊 它是什么 是一个暗和到妙的大法 可惜的是 知道的人不多啊 那个善根福的音源 具足人听到这个法门 他无限的欢喜 奉为珍宝啊 谁懂得呢 海鲜老上懂得 他老上 你看他老人家不就讲一句话吗 阿弥陀佛 是我的命根啊 这个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 这个宝他遇到了 他也懂得的 所以他九十二年了 宁可不吃饭不睡觉 但是佛他一定要念 他非常虔诚 非常恭敬 非常认真 即使是在某一个时代 某一个年代 不允许念佛 拜佛 他就等人家都睡着了 晚上悄悄的起来 到房子外面空地 没有人看的地方拜佛 他尝到法位嘛 下面就讲到这个福田了 经文 注公德 注公德 是福田 下面解释 注者 基业 福田者 服务世间 众道之田 称为道田 以之为育 为众生 知福之所 称为福田 我们住在澳洲 我们住在澳洲嘛 这个现象大家经常见到 你看您车子开到郊外 就看到很多这些农田 种子须须多多的农村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良田土壤才能够种出好多农产品出来 所以这个福田我们要能够认识 静俗曰 祝积多德 明 祝功德 献受物供 顾名为世 生世福善 如田生物 顾云福田 这个事 就是做给别人看 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做种福田 要表演给别人看一下 让他们知道 曾经也曰 福田者供养如来 所师虽少 祸福鸿多 犹如良田 所种虽少 收拾甚多 这是菩萨本心经里面所讲的话 所以 佛为福田 诸无上功德顾严 以上诸事 皆与精精相期 前面所引用的 都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 完全相应 他是以 佛为福田 以三宝为福田 但是很可惜啊 现在这个地球上八十亿人 他不知道啊 他如果知道的话 他就愿意呢 来到佛门呢 广众福田 是一种人的 不要说别的吧 你看我们在图马 已经二十多年了 快二十四年了 这当地的居民呢 还是对于这点不认识啊 他如果真的认识的话 他就愿意来到讲堂听经 愿意到佛堂呢 念佛了 愿意发心呢 求生西方净土 所以这个试 很重要 要示范给他看 那么这里解释啊 这个试 就是现前 接受的物质上的供养 生世间的福善 做给别人看 那有哪些事情呢 底下再讲了 这是居舍论里面所说的 有居舍论 有四福田 第一个 去田 畜生野 这是供养这些动物 像佛门里面呢 佛跟弟子们 托波之后 在日中之前 吃完这个饭菜 那还有多余的吗 不可能每一次都 刚刚都吃完了 我们可以想象 信徒供养 佛跟弟子们一定很多 是不是 总有多了吗 多了怎么办呢 印度又热 热带国家 那时候又没有冰箱 又没有电 不能够储存呢 那怎么办呢 就把这些食物 就供养这些动物 第二种呢 叫做苦田 也就是贫穷困苦之人 这个是修行人的 应该要布施的对象 像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士 都是我们要帮助的对象 第三个是恩田 父母等也 所以父母 老师 是我们的恩田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能够出生 能够长大 能够成人 在家同修 能够成家立业 生儿育女 都离不开父母之恩 为人一定要懂得 父母 老师 给自己的恩等特别大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 孝敬父母 尊重师长 这还叫人吗 所以儒家道家 佛家 其他宗教 都重视孝敬 这是德行的根本 第四种是德田 三圣之贤圣也 是为广义之福田 聚舍论 是属于小圣的论 在中国 隋唐时代 建立了 这个十大宗派 八个大圣中 两个小圣中 小圣中派呢 一个是聚舍中 一个是承诗中 聚舍中 主要依据的 就是聚舍论 承诗中呢 根据的是 诚实论 所以这些经论呢 都告诉我们 什么是福田 此题讲得很清楚 三圣 贤圣 都是我们 重福的对象 所以我们 能够供养 佛菩萨 供养阿罗汉 供养 辟赐佛 供养这些真正的修行人 那个福报 不得了啊 供养 要有慧眼 去判断 如果供养错了 如果供养错了 就相当于什么呢 你把那个种子啊 种在这个沙土上面 水泥地上面 木板上面 那个掌握不出 农作物出来的 所以呢 一定要选择 良好的这个田地才行 那这些真正的修行人 他们把信徒 所供养的一些物品 都拿来呢 把他利益最大化 就拿印光大师来说吧 你看他人家七十岁 才出名 七十九岁走 这十年当中 接受的供养非常多 他没有自己拿来享用 他怎么做呢 法部是 在这个苏州报公司 设了一个红画社 所以红画社啊 印了许多的善书经典 以善书为主 这个善书当中呢 像了凡师兄 太上改一篇 安世全书等等 印的非常多 流通量很大 所印出的这些书啊 您看呢 字 都比较大 方便大家阅读 教证非常精确 甚至英光大师有时候 也自己亲自参与 这个教证的工作 他很用心啊 所以印章呢 他是真正的把这个 法公养的事情呢 这个宣妙的事情呢 做出一个最好的视线 给我们看 他老人家 我们都知道 是大师的菩萨 印画来的 这等觉菩萨 这等觉菩萨 所以我们想要 助公的 知福天 佛门里面是好地方啊 那这个道场 是不是正法道场 它的标准是什么 常言说的好 有道风 有学风 道风 天天 修行 如果是个静宗道场 天天要念佛 如果是禅宗道场 天天要参禅 如果是密宗道场呢 天天要持咒 还有呢 要具备学风 天天要讲课 天天要讲经 法师讲 居士也可以上台讲 所以这个解跟行呢 都要具足 那这个就是正法道场 这个道场里面 有真正的修行人 正国了 那这个大家的福田 你就真正重道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 遵循了 佛博少的教诲 发达性 广众四种福田 将来的功德啊 不可思议啊 我们以此功德呢 回向法界众生 回向求生西方净土 这是绝对正确的 不学勿胜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初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读为大德 与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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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